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娱乐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纽西兰波罗仔,易得抬仰 大家好 澳洲红柄镇BZ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们的22世纪救人网络,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朋友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蒸香煲浪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了,说一下,简直是陪着我们成长的人 就是哪位呢? 吴曼达,达哥 原来他肝那方面有些问题 现在接受到化疗 大家有没有看他的新闻 有些台湾的媒体就说 我先说台湾 台湾最喜欢说这些娱乐八卦的东西 很搞笑的,他说着一些政治人物的新闻的时候 在下面的字幕就打着狂写不盲大的资料 说他接受不花了,他说相当虚弱无力 只是可以给一些手势做一些反应 还有达哥,由田启文 即是田鸡 神仙在这区里的名字都起了很多 那个,看不见?食神里面 他说出来,原来达哥 原来是去年发现了肝癌那方面 当然他接受了,完成了手术 接着接受这个叫化疗 不过就没有说是第几期 田鸡都说,看到他这样都很心痛 始终这些叫做大手术 又说不敢去太过感性 他说自己很感性 暂时不去看达哥,不知道是否怕自己会哭 当然了,现在这么大一件事 达哥应该是已经停了所有工作 家里人也在身边照顾着他 大家也可以放心 又不用这么快怀念他 给他一点时间 始终回这么少一年多了 这些社长是否看到达哥有另一类的新闻爆了出来 我现在在看我的Facebook那里 其实就有人传了那些 某程度是假信息的出来 我认为是假消息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已经传了 达哥已经走了 内地营销号又有 其实现在我发现了 我在找那个源头是什么 源头好像是一些内地的营销号 就是有些内地营销号真的是非常无良的 达哥根据我们拿得到的资料 看得到的资料 刚才老去讲的那些 其实跟香港媒体报道那些是一致的 嗯 当时田啟文说达哥的情况 就是说两个人一直有短信联络的 那田啟文就说不想给对方压力 就是不想给达哥压力 这个是香港媒体报道的 那从身边朋友得知呢 就有人去过探他 见他瘦了很多 那病是扩散了 但是情况还没算很差 现在在治疗中 那是不是接受肿瘤科治疗呢 田啟文呢 昨天的时候他就说 对有关病情的事情他不是很清楚 那其实他本身和达哥 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了 那早前达哥就主动联络 就报平安的 接着他就告诉田啟听 他身体不舒服 就发觉健康有问题 那很幸运就找到一对 挺好的医疗团队这样 那我到现在都是认为内地的消息 或者那些网友在Facebook上传 说达哥过了身的消息是假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简单的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那些人患了肝癌 他做完手术之后 就没那么快出问题的 就是手术是成功的话 就是内出血的情况不严重的话 他不会突然之间走了 那田鸡他也都说了一件事 他就和朋友商议过 他说不想把这件事变大 也不想好像个个人见对方 就是达哥最后一面 因为达哥现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他现在休息中 休养中 不想因为探他 他反而加重他的精神负荷和压力 那田鸡就说达哥太太已经在马来西亚 去到香港 疫情关系要完成隔离 才可以去医院陪丈夫 他又安排了达哥在外国读书的子女回香港 如果真的进行化疗的话 其实已经割了大部分的癌细胞 才会去化疗 根据我对癌症的小小了解 因为我就不是什么医疗专家 但是因为我的亲人 不少都是曾经患过癌症 大概治疗流程是知道的 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做手术 做完手术就再做化疗 接着化疗完再去电一电它 现在很多癌都是这样的 不是全部癌都是这样 但是很多癌都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就是做手术 达哥很明显他早前做手术 应该是两个月前做手术的 手术已经是成功的 他稳定了才会要他做化疗 所以现在传达哥死讯的人 我觉得炒车的几率很高 我不敢说我们有信息可以辟谣 说这个是他们传的是假消息 但是据我自己对癌症的了解 通常患癌的人走之前是有些先兆的 是不会突然之间走了 走之前他一定会有些身体 特别不舒服的东西 比如那个肿瘤突然之间很大 如果生在某些地方是会阻止呼吸的 那他是会慢慢慢慢呼吸不到的 那如果生了那个肿瘤在肝那里 那据我的了解就是 他的肝那个肿瘤是会不断脹的 那他走之前他通常已经进了医院 那就不是好像达哥这种情况 因为他做完手术 他理论上做完手术 两个月之后 那个恶病情是不会突然之间恶化得很厉害的 那就是我的了解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现在传说达哥死了的人 最好就是删帖了 我觉得 因为没有确实的消息说他走了 现在有消息都是内地的营销号在那里 亂参传 接着又在朋友 就是那些营销号最厉害做完这件事 就是在朋友圈那里传说他走了 那我觉得不适合了 我都不想说一句老土的话 就是说达哥走了 他永远都是我们心里面的 就是我们始终都是看达哥的片子长大的 是的 就是他是有很多那些经典的角色的 那现在他也都做那些手游那些游戏代言 虽然我就没有玩他的手游 但是就是那个现实就是 这个人不会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就在我们记忆里面消失的 你曾当然 所以我觉得现在传那些消息的人 等一等先不要那么快传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很有问题的 那些营销号是很过分的 有时候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尽量认清楚那些事实先 就是比如内地营销号放了一些材料出来 大家去求证一下究竟是不是 接着先放在朋友圈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这次是很大可能是炒车的 和之前误传 就是国家领导人 死讯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不是想拿这件事去笑 不过我感觉就是 他们不是很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 现在有一帮传这些消息的人 而且传了这些消息出来 我自己觉得是对整件事没有帮助的 而且是令到大家不必要的伤感 我觉得是 因为有很多网友 其实在那些帖或者朋友圈那里留言 就是都是讲一些挺伤感的说话 永远怀念的那些 是啊 你都没证实对方是否已经走了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好 这样传 我可能有时候我说话都挺轻挑的 但是在这件事上面 我觉得大家要慎重一点 是 关于生生死死的事都是慎重一点好一点 是 这样会令到他的家人 都是一个伤害 甚至乎达哥身边的朋友都是 是啊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想他那个团队是会帮他医得好的 因为其实香港医肝癌 那个传活率是 应该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世界第二高的 是很厉害的 香港治癌症的技术 所以坦白说他没那么容易走 我的看法 就是他现在七十岁都算是挺年轻的 就是现在以这个世界来说 七十岁根本可能 对有些人来说是人生的开始 可能还有十几年 甚至二十几年的命 那么他现在还在工作着的 达哥是 嗯 那你没确认之前就传他死信 其实就不是很好 那你说他的病严严重 可能是很严重的 但是死信不是应该由那些营销号发布的嘛 是应该由达哥的家人发布的嘛 如果就算真的走了 是 这个东西更尊重 不过其实达哥都算是挺转奇的 因为我听说其实他以前很难倒的 80元代已经是欠了30万港币 我想当时很厉害的 那么后来就努力工作了 那么当然就是 也都拍了很多好戏啦 跟昇爷 但是昇爷就好像跟他都不是很尴尬了 现在 没办法 至于昇爷都是难相处的嘛 那时候 田鸡服侍他的时候都觉得很难的嘛 打电话叫他起身 想问他起身 都很麻烦的嘛 只是要 可能说 你今早想吃什么啊 但是你下次再打电话给他 他说 你又问我吃什么 做什么 想看我起身 他这样说回他的嘛 不是不是 想问你而已 可能下次就要透过昇妈 那样问他 昇爷起身 那样的 那样是很难搞的 所以特哥跟他合作了这么久 其实我都算是一个 叫做奇迹来的啦 可以去到这个位 是吧 是啊 不过都要说 有些人就很反对化疗的 那 那我们始终就是说一句 你尊重病人的决定 是啊 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啦 那应该这么说 身体就是他的 是吧 就是他用什么形式去治疗 或者是 这个是他对他身体的负责 如果假设了 你叫他不要用这种疗情 还是怎样的 你叫他用别的 如果是什么事的 是不是你负责先 你要这样去说 那不是说 有时候不是贪口爽 说了就算的 还有去到这些位呢 很大 就是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 这些呢 都是交由给他自己啦 甚至他自己啦 甚至他家人呢 去处理回这些事情 是吧 不要说到太夸 就是如果说到他已经走了 我觉得真的太过夸张了 这个 还有就不要乱传 我觉得那句 乱传 就是比到时达哥看回 都不知道真的好生气 还是好笑 自己都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咦 那他一看到的时候 原来自己走了的话 是这样的 那些人是这样说的 那你就叫他有些少少 就是对于一个 康复着的人来说呢 他会觉得很难受的 是啊 就是有时候 我们都很谨慎的 就是说人的死信那些东西 就是尽量 他们家人没出来说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 亂叉咱讲的 但是 你看到有些人呢 是没有底线的 根本确认不到 或者没确认到的东西 就出来亂叉咱放 发布消息 就是内地燃烧 之前我也做过 是 不好意思 是 内地燃烧号就很流行这样做 我说完了 你说 西媒也是 之前我做过一支节目 那些西媒是 不知道哪里拿了一条片 是李烈杰 又是说李烈杰走错 有些人就说可能是他大佬 但是呢 他的家 反正他李烈杰的 自己也是在社间媒体有说话 还有呢 他的女儿呢 都是说这些根本是假新闻 嗯 不如这样吧 大佳这件事呢 我们接下来看看他的康复和进展如何 大家不用说太过 太过担心 或者欣赏他过去拍过的电影 或者大家 如果有宗教信仰 看看会不会帮他帮他 祝福一下他 反而会更加好 我们想得正面一点点 不要想着那些 好过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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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些说得好像 孟婆湯都喝了那些 哇 怎么不夸张呢 是不是 好吗 我们不如今次 他打下气是好的 没错 正向点 正向点 不要那么负面 也都就是 不用见到死讯就立刻RIP 这样 因为你当你打RIP这三个字之前 希望大家都确认了 那个人的死讯先 就是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那个RIP这三个字呢 就十分廉价 是大吉利是的 也是大吉利是 也是大吉利是 香港说得对 好了 新精头嘛 都是还对吧 是吧 新精头 为什么代表新精头 十五之前 应该是陈梓维还没开工 哈哈哈哈 他放到初十八 他刚才 已经打破了社长的想法 十五 原来现在要十八 为什么要十五呢 就是因为有些传统的 比如你新精头要剪头发 就是新年要剪头发的话 一定要是十五之后才可以做的 那个原因就是 当然有些迷信的原因 那就是 说新年剪头发 就是不是那么好的 剪了些发 就是下忧 是啊 那就是要到了十五之后呢 就可以了 那样 那说法是这样的 那当然陈梓维又能力很多 那这个 突破了 突破了那个界限 是吧 是 初十八才开工 八十八 是 发到飞起 他就真的发到飞起了 那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好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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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